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临时住所 组织安置难民的工作已经开始 超过13万3千人从乌克兰抵达匈牙利 其中676人已经向匈牙利当局提交了庇护申请 国家移民局工作人员与边境收集站 火车站和客户服务 办公室等合作机构合作 以便申请人尽快获得在匈牙利的必要居住证明 乔治·拉斯洛表示 小型加油站将获得政府的补助支持 以确保公用安全 国务秘书在其公共主义当中写道 逐其他事项外 他们将与相关代表达成一致 小型加油站在出售售价格限制措施影响的燃料后 将获得每升20-0的补贴 将持续三个月的时间 此外 政府也提供了法律上的保证 及各个小型加油站可以拒绝为超过三吨半的卡车和公共汽车提供服务 总理办公室部长古亚石盖尔盖一表示 由于良好的疫情状况 从周一起取消向强制性佩戴口罩以及免疫卡的使用 在各社会以及医疗机构当中仍需佩戴口罩 与此同时 政府将继续保持当下的卫生事务紧急状态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收看 есте感谢您的收看 期待